cca魁 各位同學 大家好 我是阿吉老師 我是阿吉斤同學 我們今天呢 fact 為各位呢 帶來了三個可愛又有趣的小實驗 喔 那是什麼意思 是七彩繽紛的實驗 雨萱你在高中的時候 曾經做過什麼有顏色實驗呢 試劑啊或者是艷色啊 艷色 艷色怎麼做呢 艷色我就把一些藥品拿起來 然後就是用火燒一燒啊 在酒精燈上上面燒啊 對啊 就這麼簡單啊 那我們來試試看 普遍呢 老師在學校做示範實驗的時候 都會準備呢 飽和的水溶液 那老師今天先示範一個 綠化梨 你覺得綠化梨會是什麼顏色呢 紅色 紅色這麼厲害 好 我們來試試看 有看到什麼顏色嗎 有 紅色 非常漂亮的新年紅色對不對 對 天舞 所以這個實驗非常成功 好 那我們曾經在奧運的時候 看過非常多顏色一起呈現在天空中 你覺得那也是艷色造成的嗎 對啊 有此一說啦 不過網路上有非常多的講法 應該是吧 應該是嗎 那我們今天也來試試看 我們用了非常多的眼淚 我們來看一下有什麼樣的眼淚呢 有綠化背 綠化絲 硫酸銅 綠化甲 還有銅酸 還有綠化梨 我們這次直接把它倒在要燃燒的盤子上面 好 我們現在來操作一下 這個量相當多 同學們在操作的時候要相當小心 最好是由老師來操作 不適合同學們直接在家裡面或在實驗室裡面直接來操作 是比較危險的 我們稍微把它均勻一下的分布一下 那直接燃燒可能會燒不起來 所以呢 阿極老師要先加一點什麼 酒精 加酒精 為什麼 因為 助瀾 助瀾 那打到燃點 讓它能夠燒起來 最好能夠均勻的濕潤 效果是比較好的 好 接下來我們就要把燈光給關掉了 好 我們現在把燈齊了 我們來試試看這些 顏色燒完的結果是如何 好漂亮喔 我們可以看到有各種顏色對不對 現在目前紅色是什麼色妳覺得 應該是綠化甲吧 綠化甲 甲是紫色嗎 對 甲應該是紫色才對 我們前面第一個放的是 綠化梨 對 有紅色的現象 大家到了有綠色 綠色是什麼樣形成的呢 綠色應該是銅酸或硫酸的銅酸 非常正確 因為我們左邊還放了一個 什麼樣的東西呢 我忘記 沒有什麼 我忘記是吧 應該是硫酸濕才對 對 所以呢 這個顏色有呈現了多種的變化 我們今天實驗就為各位同學介紹到這邊 謝謝大家 我們今天直接來做第二個實驗 有沒有看過這麼可愛的東西啊 這是水晶寶寶啊 水晶寶寶如果我們裝在一個底下有馬達的這個 一個非常漂亮的裝飾品裡面 都可以發光 是不是覺得更添情趣呢 屁點點吧 屁點點吧 那現在呢 我們來做一個來仿造它 因為這個東西是不能吃的 那最近有一個很類似的這個 粉圓的這個事件 你知道嗎 為什麼要做毒粉圓 也不能算是毒粉圓啊 因為呢 我們家的都是實用色素 實用色素因為這個粉圓非常容易製作 那你知道 他們加進色素以後 會呈現什麼樣的一個化學原理嗎 膠連作用啊 膠連作用 沒錯 我們今天並沒有使用澱粉 我們只要呢 使用呢 兩克的海藻酸辣 加上100毫升的水 就可以在家裡簡單的製作 但是 因為要買所謂的實用色素 那阿吉老師今天不打算呢 做這個可以吃的 真的喔 我們今天要做有點毒的 我們今天要試的呢 因為平常我們在做這個 海藻酸辣的時候 都是用鈣離子 鈣離子來取代鈉離子 所以我們阿吉老師呢 今天呢 想用呢 各式各樣不同顏色的這些離子呢 來取代鈣離子的這個膠連作用 看是不是可以產生各種 不同顏色的這種化學粉圓 是相當可愛的 來 首先 我們就來製作這個 海藻酸辣的液體 這時候我們先取出呢 已經配置好的兩克的海藻酸辣 我們加入到100毫升的水中 初期呢 不是非常容易溶於水 所以呢 製作這個 洋菜凍呢 適度的攪拌是有需要的 余軒這個需要加熱多久呢 就是加熱到它 澄清液為止 澄清液 就有點黏稠狀的澄清液 大概五分鐘 是嗎 你慢慢加熱 來 經過數分鐘之後呢 我們的海藻酸辣呢 也就製作完成了 我們可以直接呢 用滴管呢 吸取素滴 來滴入我們今天準備好的 飽和的硫酸桶水溶液 它滴進的過程中呢 它就會立刻預冷了 它就會立刻成為球狀 形成我們一顆顆非常可愛的 這個化學粉圓 因為我們今天使用的色彩呢 全部來自於我們的金屬的離子 所以並不能實用 所以請各位同學要特別的注意 如果呢 各位同學對這個很有興趣 可以添加這個實用色素 就應該就可以來使用了 這個余軒同學已經製作完成了 非常的可愛的這個 藍色的化學粉圓 之前已經事先 做好了滅離子的 血離子的 還有菇 立化亞菇 還有銅離子的 四種不同的 這種呢 化學寶寶 好 我們今天的實驗就做到這邊 謝謝 來 余軒 我們要進行第三個實驗囉 有沒有看到非常漂亮的器材 對啊 這要做什麼 我們要做這個熔岩燈 我們今天特別呢 為了各位同學買了一個 市面上賣的這個熔岩燈 你看 非常漂亮 這個原理你知道是什麼嗎 應該是用蜜 因為跟密度有關吧 跟密度有關 沒錯 這底下呢 應該就是所謂的蠟 那下面呢 我們有一個加熱的燈泡 非常燙 同學們可以看到這邊有一個呢 禁止觸摸的裝置 雖然這個可以增添情趣 不過也有點危險 因為相當的燙 那它這個地方 只要加熱之後 我們知道這個蠟 就會慢慢慢慢的融化對不對 然後加熱之後 它的密度就會變小 就會慢慢的浮上來 上面這一層有顏色的東西是什麼呢 應該是水吧 只是普通的水而已喔 它就會呢 密度就會慢慢慢慢 同學們燈會可以 在我們的實驗過程中 也可以觀察一下 這個呢 市面上賣的這個熔岩燈 它慢慢慢慢的 這個蠟油就會呢 飄上來 然後再沉下去 那為什麼會沉下去呢 應該是到上面之後冷卻 然後密度就變重了 變重又掉下來了 沒錯 余軒答得非常的好 那我們今天呢 雖然沒有辦法呢 做一個那麼漂亮 我們家已經非常有造型的 一個熔岩燈 但是我們今天 也可以來試著做看看 另外一種類型的熔岩燈 我們要準備的器材 也相當簡單 其實這個實驗 有極性不同的概念 所以我們會使用到 沙拉油 還有水 器材非常簡單 只要再加上水溶性的色素 就可以完成一個 非常簡單的熔岩燈 余軒要不要來自己試試看 好 那老大要跟我講步驟 好 那第一個步驟 我們先準備一個 空的這個寶特瓶 大的小的都可以 來 我們先準備一個 比較大的 好 我們加入大概四分之一的水 這時候我們再把油呢 可以加進去 加的過程中呢 我們盡量呢 不要讓它產生太多的氣泡 好 我們的油 好 馬上就要加完了 哎呀 有點露到外面來了 沒有關係 好 這樣子呢 就是完成了一個 很簡單的 熔岩燈的雛形 這時候我們把我們的色素呢 給加進去 好 我們的色素很明顯 它是水層 它密度依然很大 它也會慢慢的沉到呢 這個油的下方去 那因為在表面呢 裹了一層的油 所以它就會介於呢 油跟水的這個界面之間 並不會直接沉到呢 水下面去 會形成一個這樣的一個情形 非常的可愛 中間有非常的小豬豬 非常多的小豬豬 雨萱有沒有看到 有 這時候我們應該怎麼做 這時候就放著讓它 讓它 就放著 這樣就完成了嗎 這樣就完成了嗎 一般我們在家 要產生氣泡 平常呢 我們都可以看到很多呢 都是用碳酸鈣加鹽酸 其實我們在生活當中 可以取用這種 假牙清潔碟 裡面包含些什麼東西 它為什麼會產生泡泡 應該是有酸跟小蘇打吧 應該是有檸檬酸 還有小蘇打粉 它們在固體的時候呢 反應相當的慢 所以我們把它加入水中 它會迅速的產生反應 就會產生呢 這個二氧化氮氣體 就說 我們請余軒同學幫忙加進去 加幾顆進去看看 會有什麼樣的現象發生 是不是立刻產生大量的氣泡了 這氣泡是什麼 這氣泡應該是水 水 氣泡裡面 氣體 氣泡裡面就是裹那個啊 鹽酸分子 裡面 對啊 裡面有二氧化碳嗎 裡面當然有啊 好的 等我們去看看 它就產生了大量的這種 類似熔岩的東西 其他的我們的小罐罐呢 也都可以加進去 需要加那麼多嗎 嗯 我知道 效果比較清楚 這個今天的清潔錠似乎很容易碎裂 不知道跟天氣有沒有關係 應該是你不會拆喔 是我的技術太不好了 同學們你看 今天產生的這些那麼多七彩的顏色 是不是覺得人生呢 學了化學也相當的有趣呢 希望我們今天這三個實驗可以帶來呢 非常多的生活中的樂趣 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